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營養師出任務 我是營養師張靖 我是妮安 那我們的最新的器材呢 營養師出任務這個系列 主要就是要走入大家的生活 讓減重飲食從日常生活做起 那這個系列主要就是會教大家 做一些簡單的清查料理 也會和大家一起體驗外星期的餐餐 那維持體重 男士 請來我這樣吃 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有沒有發現今天的環境不太一樣呢? 那猜猜看我們來到這邊在做什麼呢? 那這邊開始之前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喔 GOGO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第一集的營養師出任務 那雖然平常我們在正前呢 都會提倡大家的飲食食物作為第一個選擇 但大家的先生 其實我們都有提到啊 當時他想出去吃大餐用畫面 他有怎麼怎麼辦 那減重呢 只能吃無調味的雞胸都會非常的痛苦 各位想減重的伙伴 或者是女朋友 生於食物的男友族居 也已經接受過減重手術的朋友們 或是協助素容的被產的家人 大家今天有幸福啦 這次的營養師出任務 特地來到台中市南郭區的 IU食杭廚家居 那要來幫助正在建築路上的大家 解決飲食大小事 那偷偷告訴大家這邊 不但有環境又美的開放式廚房之外 那他其實也有提供一些料理的課程喔 那在這麼舒適的環境裡 怎麼可以少得超長的大廚呢 那今天幫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中市民餐廳的竹一五間的熟悉竹Vingo 那我們請歡迎Vingo主廚 哈囉大家好 我是竹一五間的主廚 我叫Vingo 那主動 先看看我們今天的菜策吧 今晚阿Vingo想做 那簡中必決的法式料理 一起來看看吧 今天我們要做的料理呢 就有 湯丹 雞飯 胡蘿旺 西燉菜 南建大廈 做那個小飯器醬汁 還有那個法式魚雞 配那個 米雞那個醬料 今天我們就來一個 法式的 食飯 清湯 這個清湯呢 是一個法式的做法 他的做法也蠻簡單的 首先我們會有那個食飯 可以用那個魚的骨頭 也可以 然後會有一些蔬菜 蔬菜方面呢 我們有洋蔥 洋芹 還有那個大蒜 這方面我們會有 白酒 雞蛋白 然後有那個 白栗香 香腸 一些鹽巴醬 調味 月桂葉 跟那個白椒 粒 然後還有最後部分 會有那個 葵香的酒 醬 做為那個 最後的調味 好我們開起來 我們的做法呢 首先 我們在 把所有的蔬菜 放在一個 鍋子裡面 然後 放 雞蛋白 放下去 白底香 月桂葉 跟那個 白醬 全部 倒進去 然後 攪拌一下 攪拌的目的就是要那個 雞蛋白跟那個蔬菜 能夠混在一起 攪拌均勻以後 就放在 這個鍋子裡面 然後呢 我們 再放 進那個 石斑魚的 魚的骨頭 放進去 好 然後呢 我們 再放 放 清水 倒進去 然後 我們就開 這樣 第一個步驟就已經完成了 好 這個時候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好 可以幫我講飯一下嗎 好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需要的 動作就是 醬汁的水 跟那個 蔬菜 跟那個 雞蛋白 那個部分 再均勻的攪拌 攪拌以後 我們就 一起再開口 首先我們 其實開大 讓它 到開啟 很期待 一直 這樣 那個石 要那個 變小 慢慢去 大家 可以看到它的麵 發情的一樣 那趁足 從現在還在攪拌的過程當中 現在來介紹一下 石斑青湯這一道料理 來一個 金色的套餐當中 少不了糖餅的這一味 相較於一些 濃湯的部分 這種 青湯類型 會比較適合來做選擇 另外同時可以慢慢回 但又可以避免不小心 喝香過濁的熱量 或者是對外公的所有 所以我們要比較注意一點 因為我們當吃比較固定的食物 只有喝糖 比較容易會有 這樣放得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但現在這一道 我發現你們都有點冒喝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需要注意什麼 當它冒喝的時候 我就這樣 今天不要燉湯 不要再講 再講完湯 然後這樣那個 關小 關得到慢慢的 慢慢的 一個飯 的工作 這樣煮大概是20分鐘 現在已經是20分鐘了 湯已經差不多好了 我們做另外一個工作的 就是這樣拿湯 拿出來 但是裡面的蔬菜跟那個 葡萄 我們就不要了 倒起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要慢慢 這樣 然後 活塞 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湯已經 變 清 已經變強 變強一個清湯狀化 好 這樣也可以 好 味的部分呢 其實也很簡單 繼續加一點鹽巴 上去 然後 會有一些回香酒 然後 有些要講 下去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簡單啊 可以 簡單 我們現在就 已經完成了 現在就 做一個 白盤的部分 白盤的部分呢 我們會 吃飯 一塊 魚肉 做一個白盤 然後 有一個保住感 然後我們就放那個 剛才的那個湯 倒一些 蔬菜的切實 而且剛才 那個洋蔥啊 洋芹啊 跟那個大蒜 跟它一起切成 喜歡一個白一下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好 那剛剛那一道龍蛋 十般清湯已經完成了 不過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在清湯裡面 還是有用一點酒來做調味 所以在束後三個月內的患者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進到第二道菜 普羅旺斯燉蔬菜 普羅旺斯燉蔬菜 其實在台灣也是 蠻多餐廳去做的 首先呢 我們會有擠瓜 茄子 還有那個柴椒 這個是不是 普羅旺斯 素菜的主要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那個醬汁的部分 主要是有番茄 番茄我們將它切丁 還有洋蔥也是切那個小丁 會有那個蒜頭 好 橄欖油 白米香 月桂葉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馬上就開啟 好 我們就首先把那個鍋子餡 加月 然後呢 放一些橄欖油 橄欖油呢 就比較健康一點 然後我們就放 蒜頭 洋蔥 洋蔥 放下去 把它先炒一下 炒出那個香氣 大家要記住那個火 不可以太大 慢慢去炒 當那個香氣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放 三秒 再炒一下 然後看見那個洋蔥開啟 有一些顏色轉變的時候 不是消焦哦 那個是開啟有一個金黃色的 固形的時候 那個就是上氣的軟緣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 剛才切好的番茄葉 放下去 再炒一下 然後 然後最後我們 要放到 這是月桂葉 月桂葉呢 放這個月桂葉呢 有一個機槽 你這樣放下去呢 月桂葉的香氣 不會跑出來很多 這個機槽就是要剝開它 然後放下去 這樣它的香氣 會比較它的處理 然後這樣呢 我們再慢慢過去煮 大概是煮到十到十五分鐘 讓它變成醬汁的狀況就可以了 在煮醬汁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就讓它慢慢煮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再處理 剛才我們的蔬菜的部分 首先我們將那個鍋子炸一個 放下去 放下去那個蔬菜 這個鍋子炸 這個鍋子也行 好 不用太大 慢慢的炒上 炒香 這個時候呢 我們炸一點點巴 做一個調味 直接胡椒 這個鍋不要太大 如果太大了 它的醋粉會增大掉 那個時候可能要加一點點 飯炒的部分呢 醬汁方面呢 還有火也有太大 現在在駐索這道口融光施放蔬菜呢 它其實是我們不管市場合作 比較歡迎得到豐富的蔬菜來源 所以我們可以點這一道 其實要增加一些蒜青纖維的設施 它當然除了可以增加放蔬菜來源 當然出火當中啊 會有一些像荷蘇的企劃區 那像是前融素啊 荷蘭油炒布等等 其實這些都可以使用整理的 抗氧化 抗發液這些 這樣可以讓大家有好青春就沒利用 現在呢 這個醬汁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好 我們就往上放下去 然後下去以後呢 我們再攪拌一下 然後下去以後呢 我們再攪拌一下 慢慢的 我去煮大概是10分鐘的蛋糕 現在呢 這已經煮好了 這個就完成了 那做完的湯品和煮菜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就要進一道菜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蘇肥火雞胸肉 火雞肉呢 它相較於一般的肌肉而言 它其實蛋白質還要有更高 那脂肪相對來感應更少 那它用不大的溫泉素必需拿 辛梅 加嫩 這些味道營養素 所以呢 它是一個非常營養的一道料理 那主廚呢 又用了一個蘇肥料理的方式 可以幫助我們把雞肉的口感保留好 營養水分這些都其實可以提供 雞肉的一個鮮甜的共貴 好 那接下來大家請主廚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道料理一樣怎麼做囉 其實煎到料理就比較簡單 一般來說 我們去外面去吃的那個蘇肥雞類的東西 其實就是加鹽巴 加焦粉去做 好像那個味道沒有那麼豐富 所以呢 今天我的蘇肥呢 這個料理呢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主要的不一樣的部分呢 就是我加了那個醬料 它會有一個清辣的味道 它不是很辣 但是有一個香的氣味出來 然後做這個蘇肥的方法呢 其實也蠻簡單的 我們首先準備好了 火起初 然後我們要炸那個鹽巴 這樣 好 我們往這邊要炸 然後我們再安撥一下 讓它平均 然後呢 我們再放這個香料下去 然後再翻 把它翻一下 把它的味道 全部都吸 香料跟那個鹽巴 那個紅椒全部都黏在那個肉 這樣主要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再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用一個清空的袋子 然後我們去準備一些橄欖油 直接倒進去 橄欖油的部分呢 直接一點點就沒有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然後放在豬肥機去豬肥 這樣我們的抽筋工程就完成了 然後呢 大家要注意要把它 確實的抽筋 這樣我們就可以再放下這個 豬肥機囉 好 現在呢 我們豬肥的部分已經煮好了 煎的部分呢 現在呢 我們有一點要注意的 因為裡面呢 已經有一點 一些香料 在那個雞 或雞醇裡面呢 所以呢 我們要小一點 現在我們放一點點 橄欖油 慢慢煎呢 慢慢煎呢 現在你看到這個網關進去 我們就可以關了 好 介紹好的 然後呢 我們就會做這個牌盤的部分 豬肥的火雞胸肉 比較頑強 豬肥火雞胸肉呢 你剛剛主廚也有提到 因為豬肥的部分 可以讓肉質比較軟 所以對於一些疏厚的患者來說 其實這個比較軟一點的肉 也可以從他們的入門開始 那慢慢的適應 也可以再接著到下一道這個料理 那其實今天呢 算是一個海底大餐 我們現在要來做的呢 就是一個香煎大餐的料理 那下次呢 它是屬於地質的食材 所以不僅擁有豐富的蛋白質 它也不含鈣 鈣 鐵肥等 這些維吾氧素 那可以幫我們 可以常常補個阿寶 新鮮管系統的功效 那現在我們都請主廚幫我們介紹一下 知道要怎麼做嗎 好 現在我就介紹一下 那我首先介紹 沙子啦 沙子呢 我們 阿寶來熱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把那個殼 把它去掉 另外一個重點呢 就是要 把它的牆子 拉出來 這麼拉 倒擠 割一下 然後 直接 磨出來 就可以了 它的配料呢 其實我今天爽呢 一個是番茄醬子 這個醬子是非常穩重的 而且我們 我是選的那個小番茄 這個番茄一半時間都可以喝到 然後有洋蔥 橄欖油 白玉香 也有個蒜 蒜頭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 開始囉 好 我們首先就 這樣一個鍋子先下起來 也要放一點點橄欖油 洋蔥 就這個醬汁的部分呢 然後也有一個中間就是 叫一下 慢慢去 蒜頭 白玉香 先把它炒一下 好 炒上那個洋蔥以後 我們再炸那個小番茄下去 切一半就可以了 切一半就可以了 因為小番茄裡面的水分也很夠 一起煮它的時候 它的水分會慢慢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用小火慢慢去煮 大概煮到十分鐘 它的水分就大概已經跑出來了 一出來了 然後就差不多已經變成這樣子 好 在這個時間呢 我們可以 用來再煎那個大廈 這樣就可以 慢慢讓它煮了 大廈的部分呢 我們怎麼處理呢 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只是要 鹽跟土椒 就可以了 因為沙子呢 它本來就會有一點點的鹹味 所以那個鹽 鹽而廣泥 我們兩邊都要 進去調味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先 稍微有一點點 然後放一點橄欖油 下去 這個火 一起 中火就可以了 然後放下去煎 煎這個炸雞呢 我會用這個五漿鍋 為什麼會用五漿鍋呢 用的油會比較少 在這邊呢 也要提醒一下 就因為蝦子糖的食物很高 所以如果第一次有幫忙做的 那還是要多樣的食用 那如果已經是雞精 紅紅劑 其實這是手機要先避免的 煎沙子的貴有餘個技巧 通常煎的就是兩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這個部分的煎得到 那時候這種狀呢 可以把它煎起來 這樣呢 它最厚的部分呢 你可以煎得到 煎到這部分 離不不不熟 這個醬是那個 紅蘿蔔 現在呢 我們已經把那個醬汁煮好了 煮好的時候就直接這樣 然後我們輕輕把它放下去 炸進去 你要炸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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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進入環巢的倒菜 一個大上品的小辣茄醬 最後一段甜點啊 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關於素後半年內的出入 會比較不建議碰到 那在出入半年之後 其實針對每個肌肉的不同狀況來做 我們也可以給乳酪的感情 或者針對其他學生用 例如他或是對飲食後的食材 也不可以偶爾吃一點點點 但是我們把時間的肌肉拉長一點 份量減少一些就OK喔 好的 那我們今天食材牌肉完成了 我們在這邊還是要跟大家領先進一個觀念 因為他當然會以為水做完 然後出後呢 我們兩個吃要直接自己動作的 料理真的非常期待 那其實呢 我們就要透過我們 針對的食材 注意一下他的補導方式 我們是做了調味 也可以吃的 可以更多便宜喔 那這樣其實會幫助 來接觸到登場 我們各排安排的目標 那所以今天的料理都不要好 那大家的地方可以來試試看 好 那我們接下來邀請到 兩位重量級的四隻員 那讓他們享受一下我們的法式料理 那就歡迎西平德主任 那還有直敦院長 那我們就會試菜嗎? 我們就從一道菜 口雞胸肉開始 你知道嗎? 所以豬肥的做法會更入味 然後你就先淹過 所以 口雞肉最怕柴啊 就是口雞肉完全不會柴 對 吃蝦就 那番茄跟蒜頭超搭的 這個是非常適合我們餐菜 很多時候在一個玻璃的場合 放了一塊肌胸肉 或是不吃蝦 其實那一份餐的蛋白質 其實就非常的夠 那我也覺得 食物是真的要好吃的 這就是 沒有那個妥協的問題 就是 懂得怎麼吃 而不是照單全收 直接能夠選擇 才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等下看這麼久 對不起 要解釋一下 因為都在碎碎唸 在唸這件事情 而且才沒胃 他就好誰選擇 他繼續講 那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反應 就跟我說 其實看完到時候 他是越來越能理解 食物的原味 他吃不了那麼多 可是他越來越能 理解跟品嘗出 食物原味的味道是什麼 那這件事情 只要推薦 只要走上 發生一些料理 或是吃料理 因為這些料理 其實精髓都是 講求食物的原味 所以我會非常 推薦各位在 瘦身上 的生餘 去學習去 怎麼去吃 這樣子 主意我先要去吃一下 其實在我們做 減重手術的力量 他在手術後的 飲食適應過程裡面 大概在前上個月 要吃比較粗纖維肉 所以他們還是有點困難 那魚肉跟蝦肉 是我非常推薦的 因為魚肉的纖維很細 蛋白質也很細質 所以消化上比較容易 那正經大家的蝦味 就很豐厚 煎著火候剛剛好 然後我們來試 魚湯嘛 對不對 對 這個也是幾乎都沒有油脂 那我們就來試青菜 對其實有些時候 像這樣子 加上香鹹 然後香味弄出來 油脂進來 那是個 很好改變小朋友 味覺區 那種東西 因為他發現原來那種 那種蕎類 青蕎類就很差 那種不見 可是他 他的甜點還是會輸 那甜點 是 惡魔 就給劍長 甜點 我們是最害怕的 我很少吃甜點 很好吃 其實今天所有的菜 都可以算是原品吃 那主廚的用心就是 全部都別的材料去做 基本上沒有什麼添加的 今天的話就謝謝IUse 和主家居提供我們 這麼好的環境 那從此的話 也謝謝主義無間的主廚Wingo 那他的大力相助 那讓我們第一次 營養師出任務 大成功 出任務 我們下次見 掰掰